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不想告诉自己我是个赏面的人 我小学二年级的生活 就说我要让《灭热狼》举世文明 我不用觉得我是 我就是个艺术家 我叫狼家紫玉 今年26岁 是国家级非物中化遗产 北京《灭热狼》的第三代传承人 面素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材质 面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生老病死 所有的这些跟生命相关的重大仪式上 就都会有面这个东西 因此由它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练篮球 从小就很喜欢科比 做过一些打篮球的运动员 科比 很多篮球题材的其实我都做过 包括篮球鞋 其实也都当成一个独立的作品去完成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本质上是想要把传统手工艺 跟青年文化融合在一起 能让年轻人觉得这事跟我有关 然后不是高高在上那种感觉 像二次元 潮流文化 只要跟青年属性有关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是想要尽量去做一些融合的 《一夜偏舟》是一个非常浪漫 很诗意的一个描述 所有坚持着在做自己小众的事情的人 其实都需要这种自己驾驶孤舟的感觉 但我们希望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这种小的偏舟 能够出现在我们这个水面上 有一天它有可能会把整个海洋都填平 我做手艺人是我想做的事 不是我该做的事 包括我自己也想去探索 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不是说我说我是谁 然后以后我就永远要做谁 我希望能看到自己人生更多的可能